怎么看不太出来 就是整体带上来 有点拘谨 家人们 国家队参加双十一了 今年居然能买到飞艇 去年某店铺双十一 不是还展示了一堆 像什么有名号啥的 这样的国之重企的链接吗 九九九九 这到底是几位数 什么 十万 定金 这真的有人买吗 终于 今年这家店铺出现了 我能买得起的东西 而且还看着非常适合送人 飞艇顿购机啥都买不起 但歼20的联名产品 我也要牙下单 现在刚刚收到快递 咱们赶紧一起拆箱瞅瞅 这块表是和歼20的联名款 整体厚度仅仅有12毫米 这边有一个J20的标志 然后同样背面也有 听说这款手表 它的时针上面有涂有夜光涂层 这怎么 怎么看不太出来 可能后面还要自己再研究一下 小助理第二件吧 不好意思 来看一下我们第二款 这个颜色其实不太符合我这种时尚人的一个优选 就是整体戴上来 有点拘谨 它的保暖性非常的强 它里面的填充材质是石墨烯的 就是这个颜色 但是这是什么老年纱 这个软软的材质是纳米巨鲜亚鞍 那这种材质可以帮助你抵抗零下50度的这样的一个极寒的温度 并且它还可以阻燃 还可以防水 它不能把温度调成50度 所以呢 我们就让我们小助理来靠一下啊 烟火吗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材料 发现表面已经完全烧黑了 但是没有任何的火苗在 就是一个温温的一个程度 哇 直接烧出来 它已经在开始拉升中了 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形变 挺傲了一下 现在选了一块同样大小的这个我们的保暖材料 和一块同样大小的纸 可以看到它是很轻的可以飘在水面上 飘在 对 确实 然后进入水中的话 然后它也只是表面沾水的一个状态 可以看到它整体里面是没有水分存在 那其实刚刚测评了那么久 咱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没有人买 小新带着问题来找国资小新的一位神秘嘉宾 小田老师您好 您好 今年确实能买到东西 是首次吗 对 是首次 不仅能够去下单我们一些低调的有黑科技的这种好物国货 而且甚至一些大铺头的 听说可以买载人飞艇 可以的 其实销量已经非常好了 确切的说我现在可能未必能买得到 比如说像我这种中老年朋友可能想要为自己选购一款加热马甲来呵护自己这个娇绕的身板 但是我们的这个发热马甲非常的火 因为我们这次是尝试的限量销售 每天不会放很多量 没有想到我们的网友如此的热情 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 不知道这期小新测评的国货你怎么看 会不会也想尝试入手试一下呢 其实我在开箱之前也没有想到这个视频居然没有太翻车 如果你也有什么 嗨 有外国友人 外国友人可能也很感兴趣 其实小编当然是希望我们的国货可以越做越好 求求啦 做得好看一点吧 好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探访的企业或者是想要测评的一些新鲜国货呢 也希望在评论区留言 包在我身上 拜拜